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今天上山顶了 吃得又肥又胖 你这个小贫嘴 谢谢莫达拉姆先生 其实如意从小他就是一个很孤独的样的人 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梦到 有一群人陪着他 梦到另一个世界 这世上要是真有这样的人就好了 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没想到竟然来到了阿西罗界 这样一个超级超级的欲望 他的一举他眼神里面的所有的惊讶 所有的惊呼声都是真的 他身上有至善至爱的象征 那个天珠印记 他同时又是阿修罗王的一个头 欢迎回家 神性和魔性是共存的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阿修罗王三个头 有一个头掉落到了人间 他就必须拿给杀掉 华蕊是李康军的一个领袖 我以佩奸和生命发誓 守卫隔天 非常冷酷 但是是很有信念的一个人 他在情形危机 他们都自己忘记了 他们信仰的天珠就是 爱和善的一个象征 无意的身上有天珠 师父告诉他一定要保护身上有天珠印记的人 这个人物在戏中有特别多打斗 所有的动作是都是实打实的真的打 不是要一直练 他自己也很聪明 也很刻骨 每天锻炼 然后去到青海岸里 就直接上个最高速 他最后成为了 无意这个男孩的精神支柱 但我无法独自战斗 请让救世之人 来到我们身边 我扮演了一个神话式的人物 这者 眼神里啊 行动里啊 那句子就透露出了一个师父 对人的关爱 这是一个非常和善和乐的地方 他在保护这些 不让你对我们这条人 这个阴谋得偿 绝不会成功 医生的很多东西都是靠他的武器 他们每一个人的武器都是 都是医生做的 他们设计不一样的适合他们的武器 我的责任大规于清淡 因为整个族群就剩下我的年纪最大了 好医生 你没开始啊 再容易先走 即便我跟他相处得很好 他真的要是一本拿手的网合 第一个会杀掉他的就是医生 他打仗的时候永远是非常勇猛的 但是对待土海 他有表现出非常温柔善良可爱的一面 在所有叛军当中 只有奇亚一个人使用的是软兵器 软兵器特别大点 要靠身体的协调性 然后就带着那个球出去打人 印象深刻的话 之前我们在青海拍戏 80米高空速降 速降直接停 停完以后 我的头是朝下的 每一小的速度将近到100公里 在第一条一下来的东西就直接哭了 就感觉自己快死的那种感觉 拉瓦是一拳最高的最壮的 交给你了 做不看巨人 所有的动作都是用别的 他特别的支持 一开始都想杀他 但是发现他又添出 所以就无论什么我一定要保护他 可以看到 多分 好 好